当地时间2月3日,荷华杂志在日中友好会馆举办了《荷华温故之心》发行纪念交流会。 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的外孙女杜边满子在现场发表了演讲。 杜边满子在演讲中深情追溯了外祖父在上世纪70年代访问中国的事迹, 以一位家属的视角提供了当时中日友好事业进行时的种种细节,系数中日友好的来之不易。 在2018年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,渡边满子作为家属, 替大平正芳领取了中国政府颁发的《中国改革友谊》奖章。 大平正芳曾于1978年到1980年担任日本首相。 大平正芳1972年随田中访华,积极促进中日恢复邦交。 1979年12月5日作为首相访华时,他正式向邓小平提出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, 在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。 他作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,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被中国人民所名记。 值得一提的是,作为大平正芳的后代,渡边满子也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。 他所在的NPO非盈利组织,每年都会让中日高中生互换留学交流。 此外,他也致力于促进中日之间的电影交流。